什么?一分钱彩礼都不给啊? 是啊 阿姨啊,哪有这样的 那结婚必须得有彩礼啊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我和他们能一样吗? 妈,人家大美第一次来这家 她是诚心诚意的来跟你商量 我和她婚事的,是来提亲的 你说我俩谈恋爱半年了 这都准备谈婚论嫁了 你倒好,一分钱彩礼不给人家 拍照 表 встрет TikTok 罐子 灵芙 你看,他们刚是开始 爱好吧 准备 有一分钱,如何 显得 你别着急 我妈她就这脾气 这结婚一分钱彩礼都不给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岂不是得笑掉大牙 我今天可是真心实意的 来跟你妈提亲的 一会儿等我再跟我妈说一下 不用跟我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一分钱的彩礼都没有 这个婚你们能结就结 不能结 你们就分手 媳妇 你说咱俩结婚这第三天回门 你就给我妈买这两样东西 它合适吗 是不是有点少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结婚的时候 你妈一分钱彩礼都没给 要我说啊 拿这些东西都多了 妈 我们回来了 儿子 儿媳妇 你们回来了 这东西还拿的挺多嘛 妈 这是我在小区楼下买的 这大鱼大肉你也都吃腻了不是 是啊妈 行了啊 你们啊 这刚点完饭回来 饭我已经做好了 回家吃饭吧 儿媳妇 玩手机呢 是啊妈 是啊妈 你是不是 对之前你们结婚 我没有给你一分钱的彩礼 还有意见啊 没有 行了 你看看你 都写在脸上了 给你 这是什么 银行卡 你给我银行卡干嘛 儿媳妇 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不给你一分钱的彩礼吗 是因为啊 现在这个社会 彩礼已经是一种变了味的习俗了 两个人结婚 不看合不合适 能不能过日子 只看彩礼高不高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 我就想试探一下 看一看 我不给你一分钱的彩礼 你能不能嫁给冬子 结果呢 你还真嫁给我儿子了 这我也就放心了 这里面呢 有二十万 全部是给你的 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不管了 妈 你是以为这样 才不给我一分钱彩礼的 没错 儿媳妇啊 希望你以后 好好地和冬子过日子 照顾好你们那个家 我呀 也不图别的 往后 我慢慢变老了 只要你们 能把日子过好了 我也就放心了 妈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你放心吧 我跟冬子 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好 妈 妈 妈 春花秋月下独卷 冬雪纷纷已清寒 谁才把我们那些情节 不言几番地重演 你会来和青春说再见 还是赴唐年的缘 我跟冬子过来说 我跟冬子过来说 感谢观看